诶 怎么这么巧啊 这迪埃和雨薇 在同一天开信品发布会 我看看 这设计风格好像还有点相似啊 但整体又不同 你这么说 这设计风格和炎夏的还真的挺像的 不过 又比炎夏的 新颖了一点 如果你是消费者 你会选哪个 抛雀和炎夏的关系的话 我可能会选雨薇的 迪埃和雨薇同一天发表的设计 是灵珊和炎夏的风格 是你干的吧 丁总 你什么时候让我参与过设计这种事 再说了 炎夏的任何设计我都没有见过 不是吗 要说剽窃迪埃的设计 该不会是炎夏外心设计吧 绝对不可能 炎夏不可能做这种事 这么相信炎夏 丁总 这可不是你的做事风格 周琪 你看到丁总了吗 你找丁总有什么事啊 我想他陪我面对记者 这种事你自己处理就行了 丁总可没空陪你 你为什么要剽窃炎夏的设计卖给雨薇 我只是以齐人之道还着齐人之身而已 炎夏根本代替不了我 失去我 迪埃上不了诗 我不会让任何人摧毁迪埃的上师 哪怕是失去我 你也不在乎 这是两码事 你不该剽窃炎夏的设计 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件事 你张口闭口都是言下 你把我摆在哪儿 我帮迪埃 是因为我是你父亲指定的未婚妻 对 那是因为是我父亲为迪埃指定的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这么多年的付出 你都看不到吗 还是你觉得 还是你觉得 我根本就不值得你爱 我就这么着你讨厌吗 为什么你唯独对那个炎夏放不下 他的设计比我好吗 还是你只是在利用我 现在利用完了 觉得我没价值了 就想一脚把我踹开 对 你闻笑 失去的 我都会要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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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